好继续来看到台东县偏乡机车排气定检服务正式启动了 台东县环保局为了服务偏乡偏远地区的民众 确保机车排放废弃符合标准 在今年持续提供偏乡机车排气定期检验的服务 预计前往包含了东河乡、达仁乡、海端乡、金峰乡 以及盐平乡等五个乡 进行总共有55个场次相关行程规划海报 也会将在张贴于该地的相公所、活动中心 以及聚会场所等处 也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利用 台东县偏乡机车排气定检服务正式启动 而今年将前往五个乡镇进行共55场次的定检服务 我们今年一样会到五个天乡来去做机车定检的一个服务 我们会去达仁、金峰、盐平、海端还有东河这五个天乡来去做这样一个服务 就希望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做天乡服务的时候 希望还没有做定检的一个民众 赶快把你的机车牵过来 那我们去做一个机车排气的一个检验 他要帮你验啊 为了鼓励民众定检提升盗检率 环保局也准备了小礼物给来检测的民众 这个是那个鼓励民众定检的那个检测 这个是新型的 这个是新型的在这边 然后就选 检验合格之后啊 我们还会送一个小礼物给你 就希望说你可以到乡镇公所 那边的公布栏可以看得到没有这样一个资讯 那我们每个月哪一个时间 那你只要看到那个海报的话 你都可以看得清楚说 到底哪一个月那支几号到那个乡镇 这个资讯都清清楚楚的 所以经过乡攻守的时候 不要忘记去看一下 我们到底是哪一间会到你们那个乡镇去 另外为了实践2050净零碳牌目标 将在明年1月1号起 停止即发明信片通知 如果车主担心忘记定检的时间 也可以上网申请医化通知服务 记得陈彦如台东市报道 允许 Banana 允许德 二十二一年